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正式落马的第二天 中共的中央巡视组就进驻了上海 这被外界解读为是指导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老巢 而上海的老百姓知道这个消息后 也开始议论江家的贪腐还有江系人马对民众所犯下的罪行 民众等待着拿下江泽民 据美国大纪元新闻网的报道 就连以前从不关心政治 只专注买菜的大妈们 还有从不公开议政的小区保安也都在议论 街头巷尾到处可见市民们在痛骂江泽民执政时期 欺压掠夺百姓 迫害法轮功等种种的罪行 8月11号 中国大陆四大银行的下岗职工 还有各地的在京访民有近千人聚集在北京 中共国家信访局前的马路两边开始新一轮的上访 据中国大陆民生观察工作室网站的报道 北京警方是如临大敌 从北京南站到信访局沿途警察警车密布 高架摄像机 附近地铁站的四个出入口也都有警察代替了检票员 访民反映说 当天维权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紧张 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另外 据中国大陆维权网报道 当天中纪委信访处对访民的处置也出现异常 大批的访民被解访送到北京九镜庄黑监狱后 不是像平时一样登记完就放人 而是全部被扣押不放 中国大陆媒体报道 涉嫌参与7月28号新疆刹车暴力事件的维吾尔人 截止到8月9号 已经有18人自首 据海外维吾尔人组织示威会对自由亚洲电台的披露 这些人自首是为了保命 并且中共当局把他们的家属扣为人质 对他们进行死亡威胁 示威会还说 中共所谓的自首是编造的谎言 另外 新疆门户网站天山网11号报道 一名22岁的维族网民 因为在海外网站发表刹车事件的情况 被指控为通过翻墙手段传播谎言 而被刑事拘留 中国大陆网友评论说 中共当局封锁消息的行为 比个别人所谓的造谣更为恶劣 示威会则是呼吁中共能够结束垄断式报道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感谢观看